模仿天王郭子前现在真的是爆红 但是你知道他在这个体育台当中 来主持一个当球评跟运动彩分析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不是模仿的 他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据说他的命中力高达六成以上 比今天的这个合局 大家就知道 我有多准啊 今天的比书合局是几分 2比2嘛 我昨天有讲几分 8比2 有没有到了两分 有嘛 后面六分怎么打 明天你看着就知道 待会再跟他 即使正经800坐在主播台前 报导分析美国职棒大联盟 模仿天王郭子前还是不改搞笑个性 转战体坛当起球评 以及运动彩分析师 郭子前号称郭铁嘴 其实这个铁嘴很 其实很轻松都可以得到 郭子前运彩的朋友就觉得说 郭哥还蛮会分析的 这不是我会分析 而是我真的从头到尾 就把每一场球赛看得很彻底 分析球赛输赢几率 郭子前面面俱到 不但开辟郭铁嘴运动彩 预测专栏 还穿上古装娱乐观众 就连一旁主播也都看到傻眼 七岁董棒球 已经有38年球龄的郭子前 完全不输专业球评 因为两队是完全不被人家看好的两支 一支是首先达到美国之棒 一万败的这个费城人 还有一个是成军11年的光芒队 竟然在世界大赛来碰头了 分析运动彩 郭铁嘴目前身价每集2万元 40集节目下来至少赚近80万 全台湾球评当中最早预测 大联盟世界赛有费城人队 队上光芒队 还说世界赛首战费城人 拔得头筹 统统都料中 看来不当铸套房的股市分析张老师 郭子前也是体坛的郭铁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北采访报道 独家消息